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一个周末一天没做节目 这世界乱成一锅粥 真的乱成一锅粥 在我跟大家分享节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哪个作为头绪 哪个作为第一个 哪个是作为第二个 因为你把哪个看起来都觉得 作为头版新闻的话 都是OK的 拜登 拜登在星期四的白天 上星期四的白天 确诊给羊了 打了四针羊了 然后当时白宫就说 什么冒命都没有 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就是羊了 所以就如何如何如何 等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他的主治医师 他主治医师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海军医院 他主治医师说 拜登身体在有所改善 已经有所改善了 他的状况很好 关键的问题就是 他心脏没有问题 因为拜登在吃药治疗的背景之下 跟拜登自己经常要吃心血管的一些药物是对立的 因为他吃的是辉瑞的药片 那辉瑞的药片呢 直接跟他对立的就是容易产生血栓 那而拜登原来得过血栓 所以他经常去吃这个 大概防止胆固醇的吧 我吃药我是一点门都没有 这个防止胆固醇的大概是那个 所以他必须停那个药 所以拜登身上呢 得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药 治了A就有B 治了B就没A 就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医生在讲述的时候挺科学 医生是发布的文字的通告 所以他讲说 拜登呢 两天治疗很完整 效果很好 那目前呢 他的体温在星期四出事的时候 体温是华氏99.7度 将近100度 如果将近100度的话 那是发烧了 咱华氏 你知道104度就是 我们从 我算数不好 如果华氏104度的话 是摄氏40度 这是从英国高温那个 我们那么换算过来 所以他说是99.7度 所以在星期四出事的时候 拜登已经发烧了 那发烧是很重的症状 是不好 是不好 很麻烦的 然后呢 结果他 他星期六的报告说 他不发烧 他没有 身体状况良好 但是呢 他头疼 对不起 咳嗽 土痰 喉咙疼 这个浑身疼 喉咙疼跟浑身疼 星期四星期五没有 当时是发烧 结果星期六呢 他不发烧了 浑身疼跟喉咙疼 浑身疼 喉咙疼 如果作为这种病毒来讲 对不起 他的症状 类似感冒症状 那是感冒正顶生的时候 哪里有所改善呢 不是的 对吧 你别蒙大家伙儿 咱们也是七老八 七老八是 咱们也上了年纪 有过生活经历的人 那是 其实 拜登 拜登 状况是 有状况 然后医生特别强调说 他的呼吸系统没有问题 整个这个血液状况 跟身体里面的 氧气的 占的比重 非常好 非常清晰 那如果他呼吸有状况 你就上呼吸机了 这人就 这人就麻烦了 所以这就是拜登的状况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以为不是乐观的 这不乐观 这个实际是有状况的 而且呢 之前白宫掩盖了状况 就是他发高烧 所以这是拜登的故事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林志颖的故事 这这都是 就这周末发生的 林志颖 不老难 撞车了 星期六撞车了 结果星期六撞车之后呢 我看过 我个人是比较第一时间 看到他的故事 开的是特斯拉 Model X 在这个 台湾开的特斯拉Model X 没有自动驾驶 所以他应该是正常驾驶 那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看到他苏醒过来 没有看到 他身上多处骨折 他的脸骨折 这脸骨 脸骨折了 脸骨折了 那就破相了 那很可能破相了 那即使整容之后呢 你再看到林志颖 可能跟原来的林志颖 不一样 他带着他的儿子 特斯拉撞车 撞的时候 所以撞车的事故的 本身的阴犹 说不清楚 有一种说法 说他可能当时放在了 这个自动驾驶 Cruise上 但是不好说 因为他是刚刚转弯过来的 他怎么可能转弯过来 放在Cruise上呢 因为你转弯的时候 是不应该用在Cruise上 就是这个巡航上 如果车也没有自动驾驶 那林志颖是以什么样的原因 他是一个分岔 他是一个岔路 岔路中间的隔离队 他就这么慢慢的自己撞上去 他自己是做赛车手的 为什么 说不清楚 当时那细节出来了 救他的人 是一个三立新闻的原来的摄影师 他在他的车旁边开车 听到了砰的一声 这位姓吴的先生 就自己主动把车停下来 去救他 救他呢 是孩子 自己主动 林志颖的自己的孩子 主动把车门打开 才有机会使得姓吴的先生 把孩子先抱出来 把孩子抱出来 放到这个马路边上 然后再去进车里面找司机 发现林志颖是缩在 身体是缩的 缩在了驾驶的下面那儿 因为他在驾驶位置上 没有看到人 所以而脚什么都被卡在里面 当时的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已经失去了知觉 所以弄他弄不出来 旁边有工地的人 所以工地的人也过来去抢救他 然后一起给他硬拉出来 所以硬拉出来 就反正把人活的拉出来再说了 所以这个三立新闻的摄影师呢 当时也没有认出他是谁了 然后摄影师就讲说 他脸变形比较厉害 所以没想到是他 那这件事情呢 在整个救援的过程中 事情的救援的过程中 如果再晚五秒钟 车就完了 因为五秒钟之后 车头全找起来 那吴先生去救他的时候 车的下面已经在着火了 所以林志颖相对是比较幸运的 那我拍节目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是否苏醒过来 所以整个背景情况还需要等待 但是台湾人展现出台湾人的那种 人性的善良的那种营救的 人的自然那种质朴的 我相信让大陆人汗颜 那让大陆人汗颜就是 今天的大陆不能就死扶伤的 因为欺诈的人太多 摧毁的一切 就是获得利益的一切 都以欺诈别人作为基础 这是今天社会存在的一切 所以这是中华民国 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的时间里 能够一同大陆的一个真正的人性基础 在林志颖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到位的 因为周边所有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撞车了 而且撞车着火的速度太快 那在这样别人都有危险的时候 一个不相干的人 主度停下车来去救人 这完全就足矣了 那林家去找救人的人 救人的人一直在回避 就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你找我 你找我干嘛 你不用谢我 对吧 你家里出了事了 那还是照顾家里 所以我看过基本的他的故事了 挺令人感动的 就是作为大陆人 作为我们看到报道大陆新闻的人 大陆没有戏的 就在这一点上 就在今天这一点上 当今天大陆人去叫嚣着 要统一中国 要解放台湾的时候 你连驴都不如 你连驴都不如 因为驴也好 狗也好 猪也好 马也好 那是女娲造的 那驴马 猪不会向今天的共产党框架下的人 以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不会 就你大陆人会 共产党 中共国人会 你怎么能如呢 对不对 所以你所谓解放的一切 就是邪恶的表达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就完全可以展现了 作为对等的新闻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景花 很风度 不叫风度了 很 用什么词呢 说很端庄 很文雅的一个女孩子 被男人包养着 姓吕的一个生意人 然后包养着男人闲着没事 在他们俩干活的过程中 都拍照了 拍的视频 然后给放到网上去 然后端庄的这个景花 跟放荡的女人 就是对今天共产党最佳的写照 因为在他另外一面 那个端庄的女 那个景花也是做新闻的 他另外一面 自称为自己是母老虎 那吓死人了 那个蒋老虎的概念 那个在中国最淫秽的书当中 是有这种说法 所以这就是对比 同一天 这是我讲的 这是同一天新闻 那个照片不能看 那个照片不能看 那个照片没办法看 那班农 另外一个就是班农 班农被判有罪 这都是凑在一块的新闻 班农被判有罪 藐视这个国会 那结果等戏读下来呢 班农其实就变成了是 美国当今社会第一个政治犯 那在美国的 在社交媒体当中 一些保守派的新闻人 也这么称呼 他是一个政治犯 而班农他所聘请 就帮他打官司的律师 是这个 是这个当初川普的第二任 就是川普第二次被弹劾时的 主要的辩护律师 叫大问说恩吧 大问说恩 大卫说恩 所以律师在 法庭上不辩护 就故意不辩护 给你让你这个法官去判 让你这个陪审团去判 结果陪审团就判他有罪 判他有罪呢 法官要定在10月21号 才去最终判决他 而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给班农上诉 那班农也表示要上诉 所以班农的case 当整个环境 就是DC的环境 如此恶劣的时候 他反其道而行之 故意不去申辩 让他case走到这一步 然后他的计划 将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如果打的话 打到最高法院 这个官司如果这么打的话 其实就应对了一句话 2020年美国大选 从来没有结束 2020年 所以这是刚刚 我们就短短的看到了 发生的故事了 在发生的故事 另外的当中呢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斗 为国际紧急事件 我个人觉得这就下 纯粹就是下拜了 这里面有太深的政治意图在里头 有一伙人 总想借助这样的事情 保持着人类社会的一个紧急状态之下 给很多西方的所谓的民主政府 以一种 他们执政者以一种特权的机会 就是强制独裁的机会 全世界才有六千多例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是男人同性恋乱来而来的 他的传播方式 是靠男人的体液传播的 我问你 我问你 全世界多少艺人 我问你 全世界有多少男人干这种事情 我问你 全世界有多少男人干完这种事情 得了这种病 那么瞎来吗 每天放屁 没放出来憋死多少人 他一共死了六个 五个 他就叫紧急状态了 紧急状态是靠身体接触才成的 那人都 得多少人跟这样的男人那样 所以这就 这是WHO就已经变得极其的 是一些极少数的权力者 就像朋友们打这一样 要以极端手法 在民主社会的框架下 在为人民服务的框架下 要把人民全都掌控在手里 我说的话 我说的说法就是 民主的独裁者 民主独裁者 还有一个比较惊人的发现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 FBI FBI做了一个报告 他的报告主要是针对 华为指导 华为做过很多5G的 这个叫基础塔 就是那种发射塔 那华为的三G四G 两G三G 四G 没有四G吧 两G三G 在美国社会中 特别是美国的农村偏远的地方 有很多这样的发射塔 这是过年 过去曾经做过的 而发射塔本身 它就有最现代最先进的 这种无线技术 对吧 电讯技术 那结果FBI注意到呢 在很多美国的军事基地 甚至核基地 那陆基核导弹的发射基地的四周 他们意识到 有华为的这种基塔 而华为的基塔 却可以透过 中国大陆深圳的华为 去操控那些 美国大陆上的 这种基塔上的网络设置 去结组结 结收组结 美国战略司令部 向这些战略武器 核武器叫战略武器 向这些战略武器 所每天的通告 甚至发出的命令 可以被截取 可以被截走 因为当他的塔基数量够的时候 他发出的电子信号 跟干扰波够强度 就是信号够强 咱们说 你们家网强吗 你们家网快吗 咱们家网够快 就是华为的网够快 他可以把那东西给截过来 如果他能够把 美国战略司令部的 这些通信 能够加密通信 能够截回来的话 他就能有机会 控制美国陆基核导弹 他这里讲的是这意思 他说设备可以拦截 美国核武器通讯 所以他觉得害怕 那你道理很简单了 那你说是发出命令 要去打北京了 这核武器 人家华为给改一改 改成打华盛顿 人家说你开玩笑 没什么开玩笑 电影都是这么拍的 他报的是这么报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说这些内容出来 我觉得不如说在嘲笑美国 就是美国的社会 依然对中共 不能有明确的认知 还在按照西方的 所谓的价值观 在衡量共产党 这是美国左派 美国左派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